早安你好,我是梁清祥 今天是2020年的2月3号早上10点50分 我所在的位置是在Newmarket 一个朋友的家 我是1958年3月9号出生的 那是我身份证登记的日期 那能够活到62岁我感到很高兴 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心养性 把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养好 心存善恋我才能够健康长寿 所以谈到了心 你的心是什么?想的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要活得健康 活得愉快完全在你的心 你心要想什么?你想高兴就是高兴 想不高兴就不高兴 所以呢 我们每天起来就想一些愉快事 想一想我的好朋友 想一想我的亲戚好友 想一想每个人对我有多好 你只要想好的 别对是好的 啊 先喝一杯水 水呢 是补补你的营养素 那个医生都说 每天要喝七大杯的水 因为水喝下去呢 他能够将身上的毒素排泄出来 所以我现在出门呢 都有带水 小小的那个水服 补充水分 这是很重要的 那水分喝多的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每天想一些心情愉快的事情 那你要想一想朋友对你的好 那你想到好事情的话 你会身心愉快 那事实上呢 每个好朋友都对我非常好 我好感谢那些一路走来 陪伴在我身旁的好朋友 不管他对我好 或者对我不好 对我都有帮助 他对我好 我当然要感谢他 你心里 所以这个心 你心里认为 嗯 我们要有感恩的心 所以人家对你好 我们当然感恩在心 万一他对你不好呢 他对你很差 对你凶 对你又不好 所谓不好呢 完全在你心里怎么想 如果他对你不好 那代表什么 你不值得 他对你好 有人如果对良心想不好 很正常啊 各位朋友 你干嘛要对良心想 这个好呢 良心想这个人不值得我对他好 所以呢 我自己检讨一下 人家没必要要对我好啊 所以呢 对我不好呢 他是在帮助我 让我自己检讨一下 嗯 为什么他对我不好 我哪个地方不好 比如说我没身份 没地位 人家看不起哦 当然哦 人家为什么要看得起你呢 所以我们要混发土甲 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二岁 我都说我要活一百二 还有六十年的光阴呢 我是不是还有机会 创造事业的第二春呢 有机会 有机会 马云收购 有梦最好 做做梦也蛮不错啊 我在梦想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梦想做什么 有梦最好 哎不要说白路梦哦 美梦有时候会成真的 哦 所以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嗯 有一天 我相信 虽然现在钱不多啦 日子够得去就好 但是我相信 有一天 我一定 会很有钱 所以想到这里 身心愉快啊 就能够长命百岁啦 那心存善恋 你要有心存善恋 就算人家对你不好 我常常拿韩信的故事来讲 韩信他当初在很落魄的时候呢 有人欺负他 那他混发图强成为大将军的时候呢 对他不好的人 他非常的感谢他 因为怎样 因为 当初 让他激励 因为 他受到那一些这个小流亡的欺负 由于小流亡欺负他们 他心里就有一个奋发图强 我一定要做给你看 所以 你们就算对我良心想不好 我还是很感谢你的啊 你没必要对我好 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对不对 那必然啦 我还要感谢你 你不要对我太好了啊 这个 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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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骄傲的啊 傲则必败 你不要对我太好了啊 你也不要说良心想非常好啊 我会骄傲的呢 我会不求 不求进步的 千万你不要说我很好啊 你要批评我 攻击我 欺负我我都很高兴 因为这样子我 我跟你讲我 你欺负我我不会灰心啊 我会混发图强啊 这个 这个 感谢你的监狱 你是上帝派你来考验我 失恋我 天将大任以失恋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你很可怜 上帝派你来磨练我 信念我 所以受苦受累的是你 不是我 所以你攻击我 我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啊 最重要就是心 你想好就是好 你想不好就是不好 你想不好我跟你讲 我恨我气恨 我跟你讲血液不通啊 气不顺 那个营阳素没有顺度 我跟他百病重生 你会忧虑 你会因为 因为蝶人对你不高兴 而你不高兴 干嘛呢 蝶人不高兴是 他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把他心里的不高兴 放到我自己心 那我不是很吃亏吗 所以你对我不高兴就不高兴嘛 看不起良心想 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你看得起啊 所以呢 对我不好 我现在你很可怜 因为我要成为大将 必须要 这个天将大任以诗连也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经苦 你们必须要把他折磨得不成人行 我才会成为人上人 所以啊 那些欺负我看不起我的人 我真的很感谢你的 我不能气啊 啊对不起喔 气在我心里 我恨死你了 欸对不起喔 那个气在我心里了 你有感觉吗 我恨死你你有感觉吗 你没有感觉 但是恨在我心里了 谁受害 我受害 我要喜欢你 我爱爱你 我要想你 我想的心情都愉快 我恨死你了 哇我三餐恨死你了 吃不下饭 对不起啊 受伤的是我啊 我干嘛要生气呢 对不对 我要抱着心情愉快 我们赶快喝水 嗯 谁啊谁啊 我好感谢你喔 因为你补充我的养分 补充我的心思 你是我的心爱的东西 谁啊谁啊 我爱你 我想你啊 我需要你啊 我要你跟我的身体同在 你要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水啊我喝了你 我们两个就永远的在一起了 有人做过实验 当你夸耀这个水的时候 水的水晶体呢 会很漂亮 这是人家实验的 用显微晶卡 我想你啊 我爱你啊 我不能没有你啊 我需要水分啊 我要跟你同在 我把你喝了 嗯 你成为我身上的一部分 哦 那这样子的话呢 水啊 就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水 水晶体 然后你喝下去呢 就能够让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舒服 愉快 如果呢 哼 你这个水啊 王八蛋怎么蛋怎么蛋 恨死你 这个水吗 要不每天叫我要喝七大杯吗 根本水就不好喝 没味道什么都没有 好难喝啊 我跟你讲啊 你骂他的时候 他的水晶体啊 都会变成很糗肉很外 所以呢 你骂他以后 这一杯水啊 磕下去就变成毒素 所以呢 你要对人爱有爱心 你要水啊水啊 我真的不能有你啊 嗯 所以你吃东西啊 嗯 我们气功老师讲 你吃东西要吃得很愉快 你只要心静好 吃东西愉快 我跟你讲喔 这个东西吃下去 绝对是健康的 所以那是在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跟外面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你吃东西 心情要愉快 愉快的吃东西 绝对让你的身心愉快 所以呢 嗯 也有人说啊 早上起来 哦 你对着花草树木 哦 这个当然不是真的 如果这是真的时候呢 你早上到公园看到花 哦 你先闻一下 好香喔 好美喔 你要跟那个植物 这个沟通 你要跟他沟通 你看看 哇 你好美啊 哇 这个 这个 跟他沟通交流 你有什么委屈啦 还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呃 你跟 这个 植物 花草树木沟通 啊 这是 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 人家活活的在那里 你千万不要把它摘下来啊 哇 我把它摘下来拿回家放到我的花瓶 我跟你讲 放不了多久啊 那个花就死了 所以呢 独热热 不如种热热 我们心完赏它花以后不能占为己有 我们要放在原来的地方 让更多的人来欣赏这个美意的花朵 那 它 有生命吗 有 你想一想 那么小的一个种子 然后花花花花花 接受阳光 水分 土地 它成长了 能够成长的东西怎么会没有生命呢 所以呢 花草树木 独热热 不如种热热 你把它摘回去放在这个水壶里面 早晚都会死吧 所以不如在原来的地方 让更多的人来欣赏 欣赏了以后 啊 而且喔 无聊的时候没人可以讲话 你就 呃 种一些 呃 跟花讲过 啊 我今天好高兴啊 怎么样啊 我哪个朋友对我很好啊 哇 我今天吃那个东西好好吃喔 跟你分享一下 我跟你讲 不是我说的啊 心理学家专业人士说的啊 跟花草树木沟通 也是健康之道 万物皆有生命 啊 呃 就算植物 花草树木 哦 一桃一木 皆有生命 所以呢 蔬菜 水果 都是有生命 你当要吃水果的时候啊 感谢 我我喜欢吃番茄啊 要吃以前啊 哎呀感谢番茄啊 我最喜欢方 我最喜欢吃番茄 番茄的什么树 人家说番茄很营养啦 啊 那番茄吃下去呢 啊 你太好了 你供应我生命的田园 我吃了以后呢 你还是那一句话 你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 让我身体健康 我感恩你 感谢你 你吃东西之前 怀抱着感恩的心 跟他沟通一下 我们马上融为一体 你融我融 各啥听懂 这个这个就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番茄要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跟他打情骂跳 啊番茄啊番茄啊 我真的喜欢番茄啊 你要请我吃番茄哦 这个我很高兴 那当然啊 我现在没有牙齿 那我喜欢的番茄怎么办 哈 我就把它打成果汁 那那时候呢 我买了一个榨汁机 那我榨成汁以后 什么水果啦 什么什么什么啦 榨成汁来喝 那榨成汁以后 那个榨好多啊 那怎么办呢 但是我又不喜欢浪费 所以呢 我曾经把那些榨的榨 煮甜的不好吃 煮甜的也不好吃 因为榨干的那一个 真的没有味道 真的不好吃 有时候我就煮 煮什么 煮面啊 我就把那些榨呢 放进去 不要浪费嘛 完成那个榨 这个 这个 我就 利用 但是我的榨 哇 这个 也不算很好吃 就是 后来 有一天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那个水饺 水饺 那个自动的 现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 不晓得买了十多年了 五六年了 整理的时候 后会发现到那个水饺 水饺 水饺的那个包的机器 那一看到 我忽然就想到 欸 那来包水饺 所以呢 我就去买了水饺的皮 那剩下的那个渣呢 欸 我就 我也喜欢吃水饺 你要请我的话 请我吃水饺 我水饺嘛 二十个应该没问题啦 二十个水饺 一盘十二十二个水饺 两盘二十四个 呃 最少吃一盘 呃 二十四个应该 欸 记住啊 我的好朋友啊 请我吃水饺 啊 我不管里面包什么啊 呃 不要什么山珍海味啦 青菜萝卜还是什么 只要 样子 看 是水饺 的样子就可以 里面包什么我不重要啊 我就要吃那个水饺 听说水饺也是黄金啊 什么什么像金盐堡一样 不晓得什么日子说要吃水饺 欸 吃水饺就是 你会很有钱啊 现在讲到那个我的渣 好 我去买 买那个皮回来 我就 放这样去包 然后去煮 欸 味道还不错 可能那个皮呢 它本身是有味道的 吃下去 哇 很好吃 所以呢 我就把那个渣呢 把它放进去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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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成水饺来吃 其实 那其实 这没多久 我又停下来了 因为我发现 这个 田律梯菜 买了 买一个很便宜啊 没多少钱啊 那个刚好是一杯 一杯的大小 然后东西放下去 弄一弄 那现在呢 我就 我就 刚好 水果啦 什么啦 我就 我就直接那个 一杯份的 所以每天那个水果啦 这个 我就用 用那个狗字机 所以我现在啊 我2016年啊 2016年啊 4年前啊 我差一点就死翘翘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会发炎 又积水 很多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走两三步啊 这两三步啊 就就瘦不了啦 而且呼吸困难 我从75公斤瘦到55公斤 我我我我我都说 我的那时候的面孔啊 像僵尸一样啊 我的好朋友都知道哦 我在2016年啊 梁青翔差一点就死掉了 我死掉没关系啊 我想到我的录影带啦 相片啊 那都不是我的东西啊 我都还没有整理啊 我怎么可以死呢 对不对 我要死也让我把那些 影片啊 报纸啊 我做过记者 我有时候就算每周记者 有很多社团的活动 我放到报社去 报社都帮我刊登出来 帮我刊登出来 我都把它保留 你知道 哇一大堆 十年的报纸 我还没整理好 我不能死啊 对不对 我不是在想我自己 我想的是我那些东西整理好啊 别人看到 怎么去处理啊 所以我不能死 但是我又不知道病因 怎么办 那时候7月份 7月1号我的家庭医师呢 那又没办法去看医生 那就在7月1号几号 我有一个朋友啊 这个他 我们去白安玛去吃那个生科鹅啊 里南话叫鹅啊 我生的东西我就是 只敢吃那个鹅啊 我们乡下的鹿港哦 鹿港小镇旁边 半斤两块钱台币而已啊 那是多少年前的食肆 那个生的我就敢吃 将一下那个酱油 从洗一洗 有油 他们那个叫做 我忘了什么 完了那个 那个洗一洗就可以了 然后放姜丝一个酱油 蘸一下 哇 我跟你讲 那个生 我生了 我就敢吃那一个 啊 那 十二 十二个吧 那时候去 Diana的那个 吃鹅啊 好像是 他 七点吧 好像 去吃那一个 吃完以后呢 我就 叫我朋友 去 载我去 那个 看 急诊室 看 因为那个 我的家庭医师刚好度假了 我那个 蔡医师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那 那时候他又去度假 我 我那时候真是 生不如死啊 那么呼吸困难 走又困难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死啊 我都死没关系啊 我的东西还没整理好啊 这个不能让我死去啊 然后呢 我叫我的朋友呢 我的朋友说 诶 你送我到急诊室去啊 就好啦 载我去就好了 所以我们 七点去吃 大概到九点 九点 那 载我去就好啦 我 我那个朋友还不错 他 我在那一直等 九点 哇 等了 等了大概 起码等到十二点 等到十二点 然后经过检查啦 谁要测试啦 心变图啦 弄啦 S光照射啦 他说我的肺 变血 啊 我的肺变形了 哇 这个 这个 第一次检查 然后 稍微 身体好一点啦 结果搞到三点 那我叫我的朋友啊 这个 载我过去就好啦 他就回家睡觉啦 那 结果那个朋友啊 搞 从 七点 跟他一起吃 海鲜 到 九点去 急诊室 一直到 到 三点啊 哇 我那个朋友 我 真的 我在困难的时候 我的朋友 对我还不错 一直等到 等到 跟我在一起喔 到三点 哇 这个 这个 煩浪见真情啊 我的朋友还是 对 又有好的朋友 还是不错的 所以他就等等等等到 等到 等到那个 三点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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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这个 患难见真情就是这样 好第一次检查 我的肺 我的肺 变形了 做第二次检查 第二次检查呢 他检查出来的就是 会 花园 喔 花园喔 花园嘛 所以 形状已经跟本来不一样了嘛 花园还积水 你知道2016年从福特的老市长死了以后 我身边的人比我年轻的死了 死掉的起码五个 我差一点就坐那个那福特的列车 福特死了以后了 哇 也有一个什么议员 这么什么到那个议会去就死了 喔 那人的生命啊 这个 我看很多人啊都劳累死 所以 各位啊 不要太劳累了 这个 你赚的钱不一定能够享受得到 好好保持你的身体健康 所以呢 那一次好多的朋友 哇 这个 这个 都比我年轻 那一次 那一次的福特列车啊 不知道再叫多少人啊 那时候我也是会 后来第二次检查 会发源积水 我一个朋友做地产商 他积水 会积水 因为竟然能够把肥给硬 人被淹死 他那个肥积水到他死掉 那肥积水呢 医生就给我吃那个排尿的 所以呢 嗯 吃了以后呢 所以我现在有事没事了吗 这个 这个 每次到餐厅去 我最后呢 要走以前 我不管讲我尿没尿 我就到 到洗手间去尿一下 现在很多都心理因素啦 就会想尿尿 所以吃了以后呢 就排 排掉我肥里面的水 然后 给我吃一个抗生素 抗生素就给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第一颗吃下去的时候呢 哇 胃口就来了 所以讲到 那一次的病情 我呼吸困难 我必须要撞开嘴 然后呢 走几步 我去当趟回来 每次到转站 我已经躺在旁边 简直是生不如死啊 啊 啊 那个 很多人很关心 are you ok 我又听不懂英文 来到加拿大26年 我又不懂英文 但是他很关心 are you ok 啊 那我就 ok ok 我根本就 我知道他在 他在你中 你好吗 有问题啊 啊 你说 ok 是这样子吗 ok ok 没问题 我只是躺在那里 所以都能都 这个 爱心人士还很多 他会来关心你一下 因为我 啊我就累了 我一下车 我要转车了 我一下车在车站 我就先躺在那里 啊 啊 生不如死啊 2016年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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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一回来 要花多少的时间啊 所以呢 那时候 那时候 就检查之下 会发源积水 朋友呢 我有几个好朋友 网路上微信的朋友 哎呀你营养不良啊 你吃东西 所以你收下来啊 我本来是75公斤喔 在一年之中呢 掉到55公斤呢 朋友说 你就是营养不良啊 你吃东西啊 哇 这个 我一个朋友啊 特别煮一个 人生的西饭 重来给我吃 在我困难的时候 我好多朋友对我都不错啊 哇 都还在 请我去餐馆吃 我跟你讲啊 一碗饭我都吃不下 跟了没胃口啊 我都咽不下去啊 吃不下去啊 所以好多朋友啊 你营养不良啊 所以你没体力啊 这不行啊 我2016年喔 差一点就坐上胡特的列车啊 老市长死了 那一段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死了 有一个游泳教练 那 那忽然间 演书里面说 死了 蛤 游泳教练都会死啊 在教人家游泳欸 游泳的教练都会死掉啊 他已经死了 前些日子我们才祭餐 在活活活蹦蹦跳的 怎么游泳教练 在教人家体格很好啊 怎么会死啊 我的猜想 太劳累 劳累死 所以呢 三八字 八个小时睡觉 八个小时吃饭 八个小时死 这个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啊 身体 你认为你受得了啊 对不起啊 你已经种下病因了啊 你工作劳累 你烦恼烦东烦西了 我常常说 有什么压力 有的人很多压力 什么叫压力 你能够解决的事情 就不叫做压力 因为你已经解决了 万一不能解决怎么办 不能解决也没有压力啊 因为你不能解决嘛 你你你不能解决 你还一直想要解决 我所谓的不能解决 就是没办法解决 你还是想不开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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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烦恼啊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那能够怎么办 那真的没办法解决 就不要解决 所以哪有什么压力啊 什么优历症啊 心怀气躁啊 哎呦 有有什么好心 怀东怀西啊 这个这个 父母啊 永远烦恼孩子 儿孙自由 儿孙福 你烦恼那些干嘛呢 对不对 你 他自然 这个这个 他的成长构成 必须要受到谋恋 必须受到经验 哦 你光讲没用了啊 哦 我有有个调啊 比如说这个蜡烛 小孩子啊 你不要碰蜡子啊 你碰蜡子会被烫烧啊 小孩子才听你的 哇 你看那个火焰好好漂亮啊 你看哇 他就想要碰 你就不要指使他 让他去碰 这个人生的经验 我跟你讲 他碰了以后就知道了 不用施老 一碰 受不了受不了 所以呢 有钱人家哦 拿了一百万 当然一百万很多啦 不管是加币美金还是台币 给他儿子去投资股市 就是让他孩子有学习的经验 这一百万 让你去学习什么叫人生 什么叫股票 那你你失败以后 你才知道什么是该做 什么不该做 所以呢 你你你你要你要摸摸 你去摸吧 我就不相信你那么厉害 这个蜡烛 镜头有没有看到这个蜡烛 蜡烛里面你烧了 你还哦 我就是给他烧 我不相信 不用思考反应 马上一啪 所以呢 身受其害才是才是人生的真体 不要怕受到伤害 人生构成里面的南部啊 路不好走 最后你的人生就好走啦 那我们乡下那个路都是有十丑 那个叫做健康补到 我们以前哪有什么 读小学的时候哪有什么学子穿啊 那个那个路哪现在博有路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走路要一个小时哦 哪像现在学校隔壁啊 我们那个乡下的时候去学校 我是读大学大学国民小学啊 我们走路要走一个小时啊 这个这个走的路呢都是石头路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健康啊 那个叫脚底按摩 所以后来好的那个公园都会有一个步道 所以所以现在好的路他就用一些石头路啊 我们彰化八卦山我来自彰化啊 我们那里有一个大火 那个也太做一个健康步道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在路上走啊 所以身体都很健康啊 所以所以所以讲讲起来的时候 我们你想想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好路子穿 呃也不算好路子 我也很怀念小时候那一段路子啊 走路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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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四年 一年几到四年我都是走路的啊 那走了几年也没什么啊 这个五六年 五年级的时候我在骑脚踏车 嗯 所以骑脚踏车骑了两年啊 那时候我父亲买了一个脚踏车 那时候狗小五年级我才有脚踏车骑 所以呢 刚开始骑脚踏车也是跌跌撞撞啊 你看骑脚踏车那时候那个个子小 车子大还上面爬上去等等的 骑脚踏车也是要学习的啊 现在有大有小小孩子小那两只脚踏在上面根本没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是哪有什么小车子 哇现在都有玩具的人 我们哪有乡下哪有什么车子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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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呢 都没有啊 我们那个大的我们要站上去扶上去 然后呢 呃呃呃呃呃我们 呃呃呃呃呃呃呃 大人就旁边把你抓住 然后你把你抱上去 坐上去 然后推着你走 推推推推推 当然我们就 那个大人就放开了 那你自己不知道就提提提提 也是跌跌撞撞 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啊 跌跌撞撞是你的一个考验 所以你也不要悲哀啦 这是上帝来考验经过人生的苦难 七七四十九天的一个苦难 你这个苦难呢 你的日子就好够 不要怕苦 我从小的时候这个我 我这个国小毕业以后呢 我就国中毕业以后呢 我就到工厂工作了 我就当开始当学徒 那当学徒一年以后呢 我要去考高中 那后来有人就跟我说 我已经学了一点啊 在工厂里面学了一点啊 这个不要放弃 这个后来呢 就提议我半工半读 我白天在工厂上班 晚上的时候我去读 我是读台中林道中协 下课的时候呢 他有校车很多 那那那我晚上就去上课 就这样子三年下来 所以我只是一个 A肩部的学生 我到工厂里面呢 呃就是从最基本的 黑手最底层开始走 那个我们这个机器呢 做好以后呢 那上面有一些磨掉 还要钻孔 那个机器上有很多要钻孔 还有搬运东西啊 我从最基层的 好 这个基本的外在的工作做好以后呢 我就开始组装机器的零件 开始组装 我只会装而已啊 我根本 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会组装 哇 那个组得很细 然后这个机器装上去 这个要做什么 这个我们根本就还不懂的 慢慢慢慢慢慢的话呢 这个我们的董事长 就派了我们厂里面一个经理 利用我假日的时候呢 搬了一台机器 开始教我 呃 这台机器的原理是受什么用的啊 这个董事长就派了我们公司里面的 经理来教我这一个什么学习啦 这个都比 写了一大堆 我现在拿回去看了 我根本就看不懂我到底当初是谁什么 但是我当初谁的话 我知道是什么 哇 我就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就在学习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就从我各种东西啊 他的构成是什么帮我教 好 机器的原理呢 我大概都知道了 然后呢 我 我后来公司呢 这个有售后服务 那售后服务呢 呃 每次客人机器坏了 呃 我们的经理呢 那也算是常常他就 我就跟他 拿皮包了 就跟他 跟他出去 在修理机器的时候呢 我就旁边在看 我就问他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怎么修理啊 怎么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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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在旁边学习 哦 就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独当一列哦 客人有机器坏了啊 我就自己去修理了 那修理其实很简单 四个字 叫做什么 恢复原状 这台机器本来好好的啊 那为什么为什么会坏掉呢 你只是把它恢复原状 那恢复原状呢 也很简单 我们那个机器呢 这个制造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在调整的时候 走边是不是走边 要不然就右边 就调整走一点 右一点 上一点 下一点 前一点 后一点 这个每每角 你要掌握得很清楚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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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